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現在收看的是料理達人訓練班 我是Loreena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日式南瓜燉牛肉 我們今天要用的食材有 牛五花 南瓜 洋蔥 菇類 還有日式醬油 味醂 米酒 以及少許的蔥花 還有七味醣心脂粉 那我們先爆香洋蔥 先在鍋裡面放適量的油 大概兩到三大匙的油 然後再放入洋蔥 洋蔥大概要炒到軟 然後有一點點那個金黃的味道 它那個焦糖味就會出來 那你這樣整個醬汁呢 就會非常的甘甜 那我們先稍微炒它一下喔 那今天介紹的這道料理呢 其實是一道那個 家喻戶曉的日本料理的變化版 我想大家應該都知道那個 深夜食堂裡面的馬鈴薯燉肉喔 那今天只是我們把馬鈴薯換成呢 熱量更低 熱量只有大概三分之一的南瓜 然後呢再把五花肉 梅花肉換成呢 牛肉 那我們都知道牛肉的鐵質呢 含量非常的豐富 對孕琦的媽媽呢 是非常好的營養價值來源 好 那我們的洋蔥 爆香的差不多了 接下來呢 我們來炒一下我們的南瓜 南瓜也是切成適量的大小 南瓜要稍微煸過之後呢 它在燉煮的時候 讓它上了一點油 燉煮的時候才不容易爛 那我們選擇的南瓜 記得要選擇那種日本的地南瓜 它吃起來比較鬆軟 含水量稍微低一點 比較不會吃起來爛爛糊糊的喔 那等到我們的南瓜呢 稍微呢 煎到兩面上色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下我們的醬汁 那醬汁是用日本醬油 清酒跟味醂1比1的比例 下去調製 然後再搭配上少許的水 好 那在燉煮的過程裡面呢 我們可以蓋上蓋子 縮短燉煮的時間 好 那我們大概燜煮5到8分鐘之後呢 就可以開蓋 然後你會發現這時候 南瓜的顏色已經不一樣了 我們就知道南瓜差不多好了 那我們剩下最後一點點時間 用來涮牛肉 如果你用的是牛腱的話呢 一開始就要放 那我們今天選擇的是火鍋肉片 所以就有點像在涮牛肉一樣 我們把它放下去涮 這樣時間呢可以比較縮短 而且呢肉質也很好吃 那就均勻的把這種牛肉片放在鍋底的部分 讓它可以受熱 那除了牛肉之外呢 這道菜呢 會讓它更鮮甜的另外一個食材 就是我們準備的綜合菇 我自己本身很喜歡吃菇喔 因為它膳食纖維很高 而且熱量非常的低 大概平均呢 100克只有大概22到26大卡 所以你如果想 譬如說你想吃麵條的時候呢 你反而可以用金針菇來替代 熱量就可以少很多 那我們今天選擇的是 雪白菇跟紅喜菇 好一樣呢均勻的把它撒在醬汁的部分 下完所有食材之後 我們一樣再蓋上蓋子 讓它再燜一分鐘 好那一分鐘 到了我們就 哇你看好漂亮喔 而且好香喔 我們再撒點蔥花上去 然後喜歡吃辣的人呢 就可以再加點氣味糖心脂粉 那你如果怕辣 其實這樣就可以了 就非常的下飯 不只是孕期的媽媽呢 或者是小朋友 都是一道非常營養又好吃的料理喔 好那我們就已經完成 我們今天這一道非常簡單 又美味的南瓜燉牛肉囉 我們今天已經完成了 我們要做一道燥 冰箱下集中 結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